哈喽大家好我是AJ 这期新方我有兴趣的数量虽然不多 但喜欢的作品每一部都有相当亮眼的表现 有些没看三话真的不知道在干嘛 也有看了一话就会想追玩原作的优秀作品 跟以往一样会以我有兴趣 以及这期新出的作品为主 这期的恋爱作品都相当有风格 而且相互不冲突 首先笨拙知己的上野 又称鬼畜知己的田中 充满独性的剧情 简单可爱的画风 短片不腻的节奏 看各种神奇的脑洞发明 以及上野如何自爆或被田中鬼畜 都相当有意思 虽然没有强大的吸引力 但整体上是相当优秀的休闲小品 灰野鸡同学想让我告白 这熟悉的思考时间暂停 这熟悉的旁白解说 啊!原来是灰野鸡同学的奇妙冒险 这就是一部青春恋爱版的啾啾打 虽然我先看过漫画 但动画非常值得重看一次 制作组可以说是有爱的投入 导演曾参与过许多Shaft公司的作品 可以感受到些许的新房风格 例如人物在思考与旁白解说时 不少画面都有特别设计过 素角特写隐喻的画面等等 加上角色间来来往往的脑内对决 不论是基于物语还是基于久久 都让我特别有亲切感 不过对于需要轻松观看的恋爱喜剧来说 大量的台词交锋 我不确定会不会让一些观众感到不习惯 毕竟我已经很习惯看大量对话的作品 所以这部分是我比较感受不出来的 不过我认为这是有用心的动画画 还有那一定要提到的第三集充满毒性的ED 先不说许多人在争论的制作难度 到底是3D转瞄还是怎样的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有理想才会去做的事情 是值得大家敬佩与欣赏的 多数观众看到也是觉得有毒可爱一看再看 相信这就是制作组希望的 而ED是如何制作的 有兴趣推荐可以看安妮塔玛的文章有分析 我这边就不擅自搬运别人的内容了 五等分的花架 都什么年代了还在那边谁谁谁天下来第一 谁谁谁是天 真的很没梗耶 呃呃三九是天 好啦不开玩笑 五等分可以说是在五位女主角平衡的相当不错的恋爱作品 男主角也是后宫男主中评价没那么差的一位 总感觉近年的后宫恋爱作品越来越不给观众代入感了 以前为求代入感男主总是平凡到除了温柔善良没什么可说的人物 现在都要温柔善良相貌不差还要成绩优秀 唉学不来学不来 还是这其实是变相鼓励新少年 至少你们还要努力读书这一点可以做到 就算平凡只要好好念书就不平凡 听起来是不是很励志呢 并没有 简体而言五等分动画表现算中规中矩 有相当强大的神幽群以及后宫王松刚作证 虽然有不少作画方面的负评 不过对我而言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后宫恋爱作品的作画稍微差一些 对我来说观看体验影响不大 多数特写表现的也都还行 不过也不是说恋爱作品作画随便也没差 纵观多数让我深刻记忆或特别喜爱的恋爱作品 几乎都是不论在剧情或作画上都不马虎的优秀作品 或许在商业策略上制作方认为五等分的花价只要投资这样的资金 就足以达成预期的收益了 到底结果是否如此就等看比例销量吧 多罗罗 多罗罗 跟五等分同为首种production制作 并在同一季推出 很明显多罗罗应该是得到了更多的资源 不过这部还有于Mapa合力制作并非单独制作就是了 这部漫画大师首种志从于1967年推出的作品 在2019年的现在被一流的制作组重制后 得到了相当不错的评价 白鬼玩是为如人我般不会说话的主角 这样的改变配上活泼的多罗罗 可以说是比过去更有意思的设定 而原本48魔神的设定改为了12魔神 看起来是能一季完整收尾的作品 多罗罗的原作很可惜 因为各种原因导致首种老师对此作品的创作欲望降低 最后以相当草率的形式收尾了 目前看来动画版的调整都是相当不错的 加上精彩流畅的动作场面 以及和现代人口味略为灰暗的残酷世界 那多罗罗在这一季得到了相当不错的评价 我自己也相当喜欢 不及播谱不孝 算是本季相当冷门的一部作品 一方面是年代久远毕竟是1998年的轻小说 另一方面是这部的第一集相当难吞 但在众多网友推荐我以及这位作者 影响了许多我喜爱的创作者 如奈虚蘑菇、喜伟维辛等人 让我不禁好奇这部作品 然后看完第一集我果然是 不过看完三集之后 豁然开朗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作品 简单来说是一部悬疑风格的作品 故事大略是讲当世界出现危机时 一位女高中生会出现另一个人格 不及播谱 以及有救世主情节的女主角等人 调查学校的连续失踪案件 渐渐发现这背后不仅仅是普通的社会案件 更是会牵动世界存亡危机 如果是单纯看了第一集的观众 应该会感觉到头痛痛的 因为这部大量使用道序插序乱七八糟序的手法 也没有把整个章节看完 无法看懂到底在说什么 幸好我看的时候至少第一张已经演完了 也因此在下一张演完之前 我决定先缓缓 总之这不是一部适合 看个一集是水温的动画 至少要看个三集 整体来说我喜欢这部作品的风格 如我之前说的 我蛮习惯看大量对话的作品 对于比较零碎的叙事手法也很难接受 其实故事也比预期单纯不少 纯粹是叙事手法很玄 不过我很喜欢第一张的结局 相当不露俗很厉害 虽然是多年前的作品 但现在来看还是很有它的风格 仅以前三集来说不会让我觉得超好看 但很有风格这点很吸引我 音乐也是我近年来最推的牛尾献斧制作 BGM轻柔又带着薄薄一层情感 电影风格听起来轻快但神秘 OP也是这集非常值得一听的歌曲 整体而言不及沃浦不孝 是一部很有魅力的作品 风格不算很大众 但喜爱悬疑风格的朋友 以及想看看到底是谁 影响了这么多大神奇创作者的观众 我都很推荐来试试看 又到了大家最喜欢的正片了 不知道第几次的 BWALKER赞助播出 全国最大漫画新小说电子出平台BWALKER 我靠我念的超6 正举办台湾脚穿20周年庆 20部电子出首卖 点数20倍最高20%折扣 我超爱的三群老师系列 爱马吉家物语等作品全都上 看漫画高动FGO狼心漫画最终卷等 值得收藏的作品一次推出 以及BWALKER线上动漫节 来自神员现在趁热还不快来买买买买买 顺带一提约定的梦幻岛也有哦快来买 约定的梦幻岛又称为天亮的梦幻岛 我原本只想看一集就好怎么就天亮了 对于还没看的朋友我只想说 来看个一集就好 只是看一集而已没事的 然后你就会去找人做一口气 看到最新进度并回头剧透我 嘿尊重一下单性本读者好吗 我并没有追连载 约定的梦幻岛可以说是开局吸引力满点的作品 不论动画还是漫画都在第一集就成功抓住观众 每一回都有一些小高潮让人想一回一回看下去 动画不意外的修改了一些小细节 但应该都有重新理过逻辑相信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对看过原作的朋友来说应该会觉得进度飞快 考量到一些地方动画需要花比漫画更多的时间酝酿情绪 一些细节的删减是必要的 就如我之前说的 约定的梦幻岛虽然是一部斗智悬疑作品 但一切不会只照着最正确的逻辑去走 有时会夹杂角色非常主观的情感 而这些情感漫画可以用几个分镜几段文字 配合你脑内慢慢解读体会来完整这段情感 但动画的时间是有限的 会需要更精准的时间酝酿 如果这情感酝酿的时间短会显得突兀草率 所以把一些剧情压缩把空间留给情感的酝酿 会让整部作品看起来更流畅 不过这也仅是我的推测 也许纯粹是整部作品内容太大塞不下 所以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都在赶火车的情感面 草率带过也是有可能的 到目前为止动画表现相信都有达到期望的水准 气氛的营造相当完美 例如第一集诺曼古力在爱马配上忧伤悲壮的BGM 突然切掉声音转到妈妈拿着兔子的画面收尾 都让人想啊我在看一集就好 我在看一集就去睡 能感受到制作组有投入足够的资源与理想在这部作品上 相信会一路维持着相同的品质到最后一集的大高潮 成为一部超好推坑的作品跟排球少年一样 这一季如我之前说的 有不少大家喜爱的热门作刚好都没进去 不过许多作品都有着相当高的水准 配合上一季续播的刀剑史莱姆啾啾 还是有许多作品要看啊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这一季新饭你最喜欢哪一部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AJ我们下期再见